INCG的觀眾大家好 這次我們很高興收到Seagraph Asia的邀請來到這次的澳門 這次有許多新的軟體還有VR還有新的科技 在我們旁邊Nelson是創造Expressy的毛筆繪圖軟體 那今天我們來採訪他關於這個Expressy的操作方式跟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哈囉Nelson 哈囉哈囉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這個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創造這個毛筆刷的軟體 其實當初是我在我買了一塊一塊奎路板 然後呢當時的軟件跟硬件架起來其實根本做不到一個毛筆的效果 但是呢我本身是很喜歡那種毛筆的那種質感的 那種筆觸的 所以就是有想過可不可以自己做呢 因為我擋了很久那些軟體也做得不是很好 對 那外面的軟體他們所缺乏的點是什麼 他們因為像是像是那個Painter啊Photoshop 他們都會有筆刷功能 那它就是您這邊可以做出來 他們為什麼會做不出來這樣的東西 首先呢他們通常都是一個2D的一個圖 然後就是好像貼圖一樣的貼進去 然後你可以或者說是scan一幅已經畫好的一個筆出 然後就貼上去 但是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很真實的一個image出來 但是呢你真的譬如說中國的那種毛筆的那種rhythm 那種rhythm是中文怎麼叫 節奏 節奏對啦 你那個提壓提案那種rhythm呢 你用那個tattu的方式是很難做得到的 所以然後我們的毛筆就是你怎麼側峰啊中風啊 如果你不用那個比較好的model去模擬它呢 你就很難做得到這樣的比較自然的一種筆出呢 所以就是我們完全是3D 然後也是deformable 所以就是比較做得比較自然一點的 那像是可以看到說有些水壓啊 然後那個水的紋路 那這個是您是花了多久時間來把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完成的 當然就是一點頭水都沒有的 就是只知道要做那個水墨而已啊 然後我就是花了總共是差不多兩年多吧 兩年多 因為是你首先要去真正研究一下真的墨 它怎麼硬開 你把它我把它錄影起來 然後就是fast forward來重播一下 你看到那個水真的是在流動的 那你知道它真的是流動的時候 那我就決定一定要用那個流體力學來模擬那個水墨 才有那種生命力 OK 那流體力學那是物理方面的東西嘛 所以我之前我是完全沒有學過的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讀一些論文跟一些課本 去知道那個東西要怎麼模擬 然後你在電腦裡面還要把它實現出來 所以就花了挺多的時間的 所以因為這個軟體你有學到一些水的流體力學啊 然後一些這些科學的這些東西就對了 對因為以前呢在我之前是有別人也做過水墨的 但是水墨他們通常是用那些把一些做一個diffusion 一個diffusion基本上就是模糊了一點 所以它完全是沒有那種流動感 我就覺得它很缺乏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 Why we want to spend so much time and effort 去改進這個方向 對對對 那像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欸那像是我有看到說 這影片裡面也有說就是 兩種顏色這樣子diffusion 就是融合在一起的mix together這個效果啊 那您這樣子的做法跟其他的軟體做的其實是不一樣 您是怎麼樣達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說如果我們mix的話 OK第一如果你是經過水流來mix的話 它就是一個dispersion 那那個就是也是物理方面的那種比較嚴謹一點的那個 particle 跟那個水流流的那個東西 那個是hydrodynamic dispersion 然後如果你說兩筆重疊起來的時候 那個其實相對比較簡單 就是像那些multiply跟那個addition之類的 就是跟Photoshop也差不多 不過我們是我們沒有完全是跟Photoshop這樣子了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看到有說很多紙張啊 那這些紙張的效果跟水流的效果 您是怎麼樣去達到就是說 跟實際上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您是有去做參考嗎 找很多參考嗎 其實其實我們沒有我們的我們的goal 不是要做到完全一模一樣 這個by definition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我們可以scan一些真的紙 不同的紙它的紋路是怎麼樣 OK我們把它放進電腦裡面 然後我們就用同一個texture 來fit進去我們的那個simulation OK那個水那個紙的纖維怎麼樣阻擋到那個水的流動 我們就用那個texture來做 然後出來的時候也挺很natural 很自然 那就變成這樣子 我們沒有很完全的要求要跟真的一模一樣的其實 那我想要問一下說那這樣子的話 當你畫完一個塗層的時候 它是否能就是單一塗層輸入成PNG 還是說有可以輸出成什麼樣的檔案 現在是可以出PSD 就是Photoshop有layer的一個output 另外還有一個PNG 因為PNG是lossless compression 還有它是support那個alpha channel 就是我們現在這些水墨都可以做到一個alpha channel 就是你之後你可以在Photoshop裡面 再重疊其他的elements 然後就可以做到你要做到的效果 那我剛剛有看到說您在轉螢幕的時候 那個水流會因為你的螢幕的轉向會流動 那您是怎麼樣搬到的 或是說它是怎麼樣的原理 其實很簡單 其實我首先不是一兩個星期之前 Microsoft出了一個Surface Studio 它就是有一個可以升降的那個功能那個屏幕 然後我就覺得你能不能轉過來 然後那個水就好像一個真的一個水彩 那個畫板那個斜度這樣流動 那我們就很簡單了 因為我們以前已經support一些用smartphone 那個smartphone它裡面就有一個好像Gyroscope 還是Astorometer去錯那個角度的 那我們就很簡單 就在這裡我們就是貼一個很簡單 一個普通的smartphone在上面 那你就可以做得到 然後那個data就是用Wireless來傳到我們的 所以等於說直接把data傳到電腦裡面去讓它感受到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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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知道這個屏幕上就是什麼的方向了 那這個這樣的技術有沒有可能就是應用在平板 平板的繪圖板上面 對啊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 那個等一下 現在這一塊就是Microsoft Surface Pro 4 是是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 我們那個Program都是For Windows的 所以Desktop跟Tabless是一樣的 OK 現在是 OK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有一個G-Sensor的一個 所以在這裡面它是叫G-Sensor 對 是G-Sensor 那你也是這樣stroke進去 然後你就看到 OK 對 它顯示出來 然後你就看到這邊是一直在動的 嗯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水往下去 然後我這樣放的話 它是往這邊來流動的 對 依照你的方向就對了 對啦沒錯 然後你還可以把它放大 嗯 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沒錯 現在是Tablet也可以用的 嗯 對 那現在的話就只有在Window有賣嗎 那Apple Store有賣嗎 暫時我們沒有support Mac 對對對 終於有了 那個Window有優勢了 對 OK 謝謝 那 那現在這個軟體的售價是大概多少 現在 推廣價是59美金 對 好 謝謝您 謝謝您